这个坑口在这里燃烧了40年不间断 随到现在洞里的火还是熊熊烈火 没有熄灭的迹象 反向才是最佳观赏的时间 我们所在的地球上有许多美丽的自然器官 而且有一些原始而神秘以及不可思议的地方 这些景点再一次冲击我们的视觉和想象 就算不能亲眼目睹 照片以及影片都足以震撼 今天我建设的是为你带来五个极为神奇的梦幻景点 罗赖马山是世界上最平的山 它位于南美洲 最高海拔有2810米 从外形上来看 罗赖马山像是一个桌壮的山地 罗赖马山的历史可以追溯3亿年前 但因为当地人从未有人敢去挑战它 直到18世纪时期 它的美丽才被世人所知 科学家们到达罗赖马山 并在这里发现了恐龙化石 而罗赖马山不仅是追寻历史的好去处 这里独有的生物80%在世界其他地方已经绝迹 在罗赖马山的山顶有着众多的其实 它们有的是人 有的是动物 有着千奇百怪的模样 形态各异的水晶石头遍布整个山谷 它们的数量和晶莹剔透的模样 如此让人心动 罗赖马山是世界的珍宝 也是现实生活中的失落的世界 卡拉拉邦是印度西部的一个邦 靠近阿拉伯海 景色优美 物产丰富 气候宜人 但这里的海滩在2018年经过洪水的来袭后 海滩变成了双向海滩 海浪从左右不停地打浪 整个过程非常梦幻和奇妙 沿着沙床行走一公里 就可以到达深海区 这样其他的现象当然吸引了大量的游客 每天都有百人涌入观看 当地政府表示 其实在2009年也发生过同样的现象 原因是由于河道变化导致水流量过大 河流变化后形成了类似的沙床 当时有四名年轻人被困在深海区 其中一人还被活活掩死 有关当局警告人们不要越过海滩走向大海 在仗差的情况下 人连海滩都可能会被冲走 克里木土火山位于印度尼西亚 佛罗勒斯岛上 火山口的三个深水湖的景色 让人印象深刻 难以忘怀 每片湖水都有不同的颜色 所以又称作三色湖 每个湖还有一个美丽的名字 最西边的叫做老人湖 东边连在一起的两片湖 叫做青年湖和幽灵湖 但是最神奇和诡异的地方还不在于此 根据季节和天气的变化 这三片湖水的颜色会不断的变化 也就是说在每个不同时间来的人 看到的都是独一无二的奇观 斜瀑布是南极洲冰川中的一道奇特的景观 像是从撕裂的伤口中流出的一条血色的河流 这是南极大陆最神奇的景观 同时也是世界上环境最恶劣的荒漠之一 时数200英里的大风几乎吹走了所有的水分 想象一下你独自行走在其中 经过企鹅以及其他不同动物的尸体 最后再发现一座流血的冰川 真的非常可怕 这里也被许多网友称之为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区域 它的形成由于铁的氧化 富含铁的液体流出冰川形成的 这些液体来源于400米的冰下 富含盐分的盐湖 斜瀑布的位置十分严峻 虽然能亲眼目睹的人也真的非常少 土库斯曼坦是一个神秘的国度 比较封闭 批出的签证数量很少 大部分的游客去了这个中亚最神秘的国家 都一定会到地狱之门 这个坑口在这里燃烧了40年不间断 地狱之门是土库斯曼坦 达瓦扎的一处天然气田 在40年前却不小心因为设备坍塌 造成了约70米扩 30米深的大坑 科学家预计在几周之内燃烧洞内的天然气 在洞里点火以防毒气外漏 但火一烧烧了足足40多年 随到现在洞里的火还是熊熊烈火 没有熄灭的迹象 早上这洞口的火并不明显 晚上才是最佳观赏的时间 烈火在黑漆的天空更为明显 不过在这个危险的沙漠里 最好还是找当地的导游结伴同行 更深入探索气势雄伟又危险的地狱之门